2023花蓮县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在7月21号到23号要登场 为了带动部落产业提升经济产值 花蓮县政府还规划了110个原住民的展销摊位 以及今年新增的在地文化展售区还有餐车区 吸引了817家业者踊跃报名 并且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举行的摊位抽签及说明会 因为参加的人很多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又刺激 全海最善大的原住民庆典活动2023花蓮县原住民族联合佛联节 将在7月21号到23号登场 为了带动部落产业提升经济产值 花蓮县政府规划了110个原住民展销摊位 以及今年新增的在地文化展售以及餐车区 吸引817家业者踊跃报名 现在许多表示花蓮县向为南岛文化发言地 今年度联合佛联节特别以南岛的故乡为主轴 并邀请南岛民族之一的大西地来抬共襄盛举 活动当中透过月舞展演 饮食文化以及公益技艺进行文化交流 幸福原住民族老师 未来带动原住民产业 今年联盟首次加入在地原味特色摊位区 有生根在地多年的花蓮县原住民族野草学校 为花园住民野菜以及种子保种以及知识分享 以及慢食基地的介绍 而这次来抽签的唐味叶舌工具有817万的报名 可以说是历线以来的创举 我们过去的这个来参加的抽签 今天从500到600到今天的800多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原住民的产业正在发展当中 那也就是各位老板老板娘 也许应该有赚到很多的钱了 我们要在这里继续的努力 那今天的抽签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 所以第一天现在坐在场内的 是我们有几个部分 是饮料冰品的农场品 伴手礼跟烤猪的老板娘 希望等下大家的手气会很好 我们的这个抽签的部分 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 所以每一年也都邀请举政次律师 来为我们公正 那刚也提过了我们有现场的录影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担心 纯粹就看你的手气怎么样 那么最后呢 就代表这个欢迎县政府 也代表我们五星县长徐振卫 来预祝今天大家的手气 县府原民处部落经济科科长邓可伦表示 今年汤位分为油炸、热炒、饮料 冰品、烧烤、农特产、半手礼、手工艺 高楼株八大类 截至到6月2号 共计受理817家汤位报名 以去年622件相比 成长率高达31% 登记人数年创新高 因此报名汤位众多 而这次抽签分为两批 过程当中取成录影 并由长官律师当场见证者 以示公平公正 也恭喜中奖的汤位 也免励为中签的业者不要气馁 未来县府将持续办理多场活动 欢迎业者在此来报名参加 而抽签的结果发布 以华人县府与众名评论处官网 最新消息公告 也欢迎业者自行来上网查询 接着就会广告